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书是在布山读的 因为布山有华夏 我的名字叫Vicky 我弟弟负责厨房里面做购物 我跟我朋友是负责在前面 早上我们进了店过后 我们一起打扫 还有关于文件方面的东西 还有订单 这些我们全部都是丰工合作的 我是看有没有泡沫 怕漏煤气 肥皂水 如果它有漏气 它就会有泡沫 每天早上走 昨天晚上洗过的东西 给它干了过后 早上一来就把这些气污全部收回原来的位置 这是垂涂的 看看有没有什么老鼠的痕迹 所以,这些气汤 那些水管之类的排水 噹泡水 还有那些气污是不是在原来的位置 然后看一下那些材料的新鲜度之类像 我们这里总共有三位老板 然后另外一位是我的姐姐 她叫Vicky Troy 然后另外一位合伙人叫Ivy Lee 안녕하세요 I'm Ivy I'm one of the director in this restaurant majorly I just stay in the dining hall serving customer and also do as much as possible so 昨天晚上辛苦了 你的手好了没有 可以了吗 ok 今天也计算是不太多的 所以当时都做得到 我们就按照平常做的做就好了 ok 开始 우와 好 我心终于 今天 我心神更有的 vn 吉桶 你 我心终于 你 展阳 啊 有 我心终于 你 我不想你 的 还有别的东西 有什么需要的东西 我们会先处理一下 今天谢谢大家 谢谢 加油 加油 首先是我的韩国的产品 是我们明天要用到的东西 因为我们韩国人 不是用WhatsApp 我们是用KakaoTalk 安哥 Amoe109 我要鸡蛋五个 好的 等一下见哪 拜拜 顾客做reservation 其实现在有了很多客户 他是通过我们的WhatsApp 来跟我们做reservation 一般大多数的韩国人是很喜欢用电话 叫��세요 这样定位置 阿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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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 我们午餐的小菜 跟晚餐的小菜 不一样 嗯 好像比如来讲 晚餐有很多BBQ客人的话呢 我们也会做那种Seller 每天每天不一样 我们会跟我们的厨师商量一下 今天煮什么明天煮什么这样 我们的牛肉是采用进口于美国的牛肉 所以从supplier那边拿到了肉锅后 然后我的这个Battery厨师 他会检查这个肉的品质如何 好 8罐 因为肉质来了 我们的Battery厨师讲这个肉质达不到我们的水平 是3.8公斤 所以我们向supplier退货 所以我们意想当中一半退货 直接一半 每天都会有这个过程 所以坦白讲 很多supplier不喜欢我们 我的厨师就把这些加工了过后 会写这些日期 几时几时有整理过的 里面放这些mip paper 把那些肮脏的血水或者是杂物 都给它吸出来 这些bo kim如果开了 里面的血水全部露出外面 这样就这个肉质就不一样了 比方说没有这些血水 这个肉会变成咖啡色 到时候烤来吃就有一点难看 注意卫生啊 好 面方面是我不会用那种instant 也不是从供应商买来的 面全部都是我自己 在这里用我的这个压缩器 就是这个压面机 给它搅拌了过后 利用另外一个压面机 再把它打出来这个面 百分之百是我们自己做的 现在是准备开始做炸酱面 是每天早上都有做好 是每天早上都有做好 现在为什么做这一份呢 因为我们每天是需要看 面的质地可不可以 酱的味道可不可以 然后顺便我们也是自己 添一下我们自己的肚子 所以呢我们每天早上有这个过程 给我们的同事一起来品尝这个炸酱面 佳生今天是怎样 江师傅怎样 这样我们就可以调理一下这个酱的这个鹹度 江师傅今天的面很好吃 谢谢你 一碗鸡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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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之前我是从事旅游业的 我的这个托尔盖 生活是在韩国开始的 然后恰恰好 可能跟新加坡很有缘分 我觉得客人起初是从新加坡的团队开始 所以新加坡人对韩国的这个饮食的那种 Origins 那种发香地的来源 他们就感觉到感到很大的兴趣 就是想起来这一点 所以我就取了韩国味 韩国味 就是Taste of Korea 金是什么意思呢 是金价 金价就是reer 真正 所以我的东西就是真正Korea的东西 现在是一点五时 现在刚好准备好了员工的午餐 我是尽量让他们不要再break time去吃 是在我的营业时间当中 然后他们会轮流着 会出来开始吃饭 然后吃好了过后就回去厨房 再继续做自己未完成的那些工作 然后准准两点五十到四点五十四 让他们去休息 就现在要准备要负责晚餐的东西 比如来讲准备晚餐的小菜 还有我们会准备一下今天的浴业 客人订位置的话 我们就会准备它的地步 我餐厅的特征是有分三个不一样的 section 最主要还是以BBQ为主 那BBQ再怎么好吃也是如果是它的side dish 水平不够的话呢 可能就没有办法评估这个肉百分之百的分数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Korea的Chinese food 所以我是没有真正去学过这个东西 但是从小开始看家里做的 但是我的两位主厨他们就不一样 他们是百分之百的专业人士来的 比方说他们在大学修读的是 关于这个食物烹饪的这个课程 以及在韩国要做厨师 必须要拿到政府实行的这个license 所以那两位是都会有这种类似的 晚餐时间的话呢 是我们新加坡当地local的人比较多一点 可是我们晚餐也有差不多 30%到40%是韩国人 也就是参客 熟客 新加坡客人也是一样 熟客也是比较多了 现在慢慢慢慢 从8点到8点半之内 比方说我们客人进来了 第一个面对的是外面serve的这些stuff 然后他们有了order 再忙起来的是哪里呢 是厨房 厨房里面其实是最忙的 倒过来说 pick hour要结束的时候 最有空的是厨房 反而外面serve的人忙起来了 所以呢 要打烊的时候吧 晚上要准备关门的时候 让厨房差不多9点之前呢 你们就开始慢慢可以收 但是我的last order还是9点半 所以你们不要打扰到我的生意的情况下 你们可以慢慢去整顿一下 老板你的口罩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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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当厨房完全close了过后 也是帮前面我们收拾桌子啊 或者是帮后面我们也是跟他们一起去洗碗啊 然后看看谁没有吃到这个晚餐 就是让那位同事坐下来吃 我们继续他的工作 然后尽量在工作时间内 把所有的东西都搞定回家 然后厨房里面的有两位主厨 一位主厨是让他9点半回家 然后另外一位主厨呢他帮我 他帮我 通常他是在10点半左右回家 到头来留在我餐厅最迟的人 其实是有另外四个人 就是我们三个合伙人 跟我的太太 我们把剩下的早午全部搞定了 过后才回家 现在好了很多 差不多11点就可以回家了 刚刚开不久的时候 每天都是12点多一点多就可以了 因为那时候没有经验 现在有一点点的经验了 再怎么累 所以客人吃了我的食物的过后 跟我讲太好吃了 哇这样真的是 这个满足感特别大 但是满足那还达不到我的这个目标 因为还是刚刚开不久 然后对F&B的经验 其实是很薄 可能目标太高了吧 可能目标太高 既然我开了这个生意 那一方面是很满足 很开心 但是有些东西 我还是属于那种 很开始 当然这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 要去强化 以及要去努力吧 所以如果是之前有去过 Korea的朋友们 你可以来我的餐厅 可以回想一下过去的回忆 Memories 如果是没有去过Korea的朋友 也是一样 来到我的餐厅 首先体会一下Taste of Korea 韩国之味 我们去其中学院 这里的照片 在我给你一个历一年 都可以了 杂穴 水 公司 大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